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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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跟十非先 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小姐 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 哪怪了 我这头发 这衣服 这妆 还有这兰花纸 不都是在学它吗 嗨 小姐 你这是大蒜硬开花 非要装水仙 要我说 你还是换回来 瞅着怪吓人的 我不是太偷其所好吗 不都传闻说天下读书人 都爱十非先这般女子吗 嗨 容不严要真好 十非先这一口 哪还有小姐您什么事 过了啊 小姐何苦勉强自己啊 既然是您 就当用读书小姐的方式 取胜才是 就是 要我说 咱们就把容博爷给捆了来 想问什么 问什么 小姐说服 咱们看着也爽快啊 哈哈 这方法好啊 有了 咋了 真要本人啊 我是这么无脑的人吗 哦 容博爷用饭哪 正如乡君所见 若乡君有事的话 不如带到午饭之后再说可好 也下正好 容博爷有所不知 我们家小姐为了这顿饭 花费了不少银子 找人订了特制的时刻 快马加鞭的送来 就是为了不令菜品凉掉 我还没见过 我们家小姐对谁这样上心过呢 博爷工务繁忙 这得简陋可不行 来 都尝尝 看看合不合胃口 来 其实 若是相军有事的话 不妨直说可好 没有什么事啊 就是想念博爷 想关心博爷 是成之心儿 长得不错 性子也好 最关键的呀 是对我们少爷上心 这点我得记下来 啊 这个啊 鲁鱼一次 腊肉两次 藕夹一次 提筋儿 碰也没碰 下次不做的这道 对了 老管家 你最了解伯爷 他平日里 在吃什么呀 慧小姐 正是中间这一道 平日里少爷就好这一口 几日不吃啊 便想得慌达 当真 那我尝尝 这什么东西 借了鱼 少爷小时候就喜欢吃 是吗 我们家小姐小时候 也好这口 可我看乡君的表情 似乎 不是很合胃口的样子 怎么会呢 我很喜欢吃 如此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